今天给大家开一个箱 我想先在网上订了一个手机 是iPhone的SE 第二代 然后今天到货了 现在就打开来看一看 因为疫情下我觉得物流还是很给力的 我订了可能已经不到两周吧 它就今天都送到了 两周算快算吗 它算很快的 来看这款手机 iPhone新出的iPhone SE 第二代 它是在上个月 在上个月出来的 这不是它的一个旗舰滴 只是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一个大问题 它这个手机里的芯片 它是它最强的 A13的生物芯片 但其他的你看都是跟iPhone 8、9、7、8、9对全一样 它的旗舰机可能试试 安静点锅 快点炼了是不是 放开 放开 好 出 OK 这就是手机 一个很小的 这个手机 然后很简单 就一个线 耳机的充电线 lightning的充电线 不是Type-C的 就这样了 好 就是最令人心动的时候 把这个要接掉了 我挑的颜色是白色的 那今天这次的话 就是它这正面都是黑色 背面有三种颜色 白色 黑色和红色 那我选了一个白色 我觉得黑色有点太多了 红色真的太挑 不太适合我 这个牌子比较适合 就看到这个 这个玩意比较小 这个还有这个Home键 它这边是有这种开声音键 然后设的是单置的摄像头 然后这个手机没有它的这个背下一地 它就比较厚的 那可以跟你这个iPhone8做一些对比 其实是一模一样 好 开机了 这不看还是很酷的啊 这个手机 还时间很久了 对啊 哈喽 好 我再tap一下吧 按下来给大家做一下对比 这是iPhone8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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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今天的我买了今天刚出的iPhone iPhone SE第二代 你可以看到它是基本一样的 从这个脚再大一样 厚度 厚度 它第一个一样的地方 我看就是在这边的时候 你看它这屏幕的标志 从脚上的部分移到的 从脚上的部分 你那个白点儿 对 这种比较 这个是灰白色 纯白色 像我们两个人的手机一样吗 嗯 壳不一样 不一样 得拍一下 我一般买了这边的时候 要闻一下有什么味道 闻一下啊 没有什么味道 有一种属于你的味道吗 没有呢 还没有呢 就是我的菜的味道 我换那个手机也是 我现在原来那个手机是iPhone6嘛 所以比较慢 有一些东西它老是越来越慢 越来越不顺畅 北京我就大概四年到五年了 所以这次就是这个环境 实验一下这个 嗯 iPhone7的最快的处理器 可以成这样 苹果的这个东西真的很好 你看这是我以前的旧的iPhone 这个新的iPhone 我把我的旧的iPhone放在这一起 它就会出现一个显示 光说你要不要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iPhone的设置 复制到这个新的iPhone上面是 好 看来我们还有这个照片了 好 看来我们还有这个照片了 嗯 嗯 你弱了 嗯 慢慢不处 不处了 不处了 所以明天上班就是了 我以后往准备 明天开始上班了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s紀 1967 《青春港 》 和某台 Pause 两棋蒌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